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 今期就是9月頭至9月中的雷雷PVC 玩具情報第一集 相信大家都期待了很久 沒辦法了 9月頭至9月中實在有太多雷雷PVC 推出 要講也講了很久 其實今集也講不完 大約20隻雷雷PVC 大家不用擔心 還未講那些之後幾天會再推出 再講其餘的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不說那麼多廢話 現在就立即開始這個9月頭至9月中的雷雷PVC 玩具情報第一集 我們第一隻看的雷雷由大A 推出的 Overload 安特馬 先講其資料 官方定價要19,58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1088元 公仔1比8比例全高200mm 會在明年25年4月推出 Overload 這套作品大家都不陌生 大A 這間PVC 廠商更加被譽為三巨頭之一 相信大家有玩開雷雷PVC 的對大A 應該都很熟悉 今次推出Overload 中的安特馬這個角色 其實就有少少可惜 因為一說起Overload 大家最熟悉的角色一定是阿兒貝德 今次推出這個安特馬 老實說 這隻雷雷真的沒什麼看頭 這隻雷雷是否很熟悉 身材也不是特別好 姿勢和動作也比較普通 所以這隻雷雷就真的考驗你對Overload 有多少的愛 另外順帶一提 這隻雷雷的比例也算是比較小 1比8比例 不過高度也有200mm 那麼高 所以大家入手的時候要留意它的比例 因為它出來的比例也算是比較小 因為它平時大A出的雷雷不是1比7是1比6 1比8也算是比較小 大家訂的時候一定要留意一下 價錢我方面1088元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也算是1000頭鬆一點 價錢也不算特別貴 這隻雷雷就真的考驗你對Overload 這套作品或者對這隻安特馬有多少的愛 暫時推薦升數比1.5升 造工方面其實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主要就是這隻雷雷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亮點 太過要靠愛發電才可以入手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就衡量自己對這個角色或者對Overload 這套作品有沒有愛 第二隻看的雷雷就是由雷雷推出的雙身戀情 物不可分 神公子那跡 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1988元元年稅 今回匯率轉為港幣即1182元 公仔1比6比例 全高325mm 就會在明年25年4月推出 Freeing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經常出開這個套女郎 今次這隻雷雷也是主打這個套女郎的裝束打扮 不過今次在比例上就會有少許變化 之前Freeing出開是1比4比例 最近就在轉換這個風格 不再出1比4 開始出一些比較小的1比6 或者大一點的1比3比例 今次這隻雷雷就是1比6比例 所以在收藏方面或者在展示方面就會比較容易處理 說回這隻雷雷是一個很標準的套女郎裝束打扮 露出了整個北半球 但這套女郎打扮經常在路北半球 所以也沒有太大的特色 這套動漫作品《傷身戀情勿不可分》 這套作品在今年7月時會動畫化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我也有看過這套作品的內容 主要是說男主角和孖山女主角的兩姊妹 生活的一些愛情故事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題目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套作品 說回這隻雷雷 整體上來說都是比較標準的套女郎裝束打扮 頭髮方面我仍然覺得是比較粗糙 不要太厲害 雙型東西 大家都知道什麼了 始終細節位做得不是特別好 這隻雷雷雷亦不能說可以脫 這一點亦是有少許可惜的 單純就這樣不半球給你看 暫時推薦星數真的放在1.5星 比較值得賺的地方就是價錢算便宜了 1,100多元就有交易 比例方面轉了1比6比例 的確是比較容易收藏 貝基文理這些位置也有做到 但除此之外 仍然非營原本有的缺點 仍然都有繼承到 即頭髮的造工問題 和這些千篇一律的套女郎裝束打扮 這些問題仍然在1比6的雷雷身上 仍然有這些問題存在 所以推薦星數不是太高 只是去到1.5星 看你自己本身對這雷雷 或者對這套作品有沒有愛 跟著我們第3隻看的雷雷 亦都是由 V型推出的 雙身戀情 物不可分 神公子漏實 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價都是要19,800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即是1,102元 公仔1比6比例 全高330mm 在明年25年3月推出 這雷雷和剛才的雷雷都是在同一套作品登場 剛才介紹的那隻雷雷是雙身女主角的妹妹 這個漏實就是家姐 整體這個漏實我對於她的評價和剛才的妹妹都是一樣 又是主打這套女郎的裝束打扮 整體上來說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賣點 頭髮那些也做得比較傻 就這樣一批東西就算了 只不過今次這個家姐 我對於她的推薦升數就再低一點 真是比0.5升 為什麼會少了那一分呢 主要就是這隻雷雷太過份了 我先不說她真是小球線 即是沒有球給你看 她還要找手遮蓋 連北半球也不給你看 這下我真的覺得有點過份了 剛才我的妹妹起碼就算沒得脫 起碼也有些北半球 有對球給你看一看 即是有些看頭 但來到這個姐姐 你先不說你的胸已經小了 還要找手擋住 這一下我真的過了火 不行 所以這隻雷雷我推薦升數 真的比這妹妹少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看頭給你 完全是零賣點 即是要樣子又不是特別美女 要身材也沒有什麼看頭給你 還要是一樣價錢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建議都是買妹妹算 這個姐姐可能等現貨便宜點才買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太大賣點 所以這個姐姐我建議都是算了 不過整體來說 也要看你自己本身喜歡不喜歡這套作品 如果你本身喜歡這套作品 如果你喜歡這套作品 很喜歡這一對 孖山姊妹的話 你也可以照買都可以 這些有愛大了 但如果你單純以題類角度來說 如果真的要選一隻的話 我建議你買小妹妹會好過 起碼有些東西給你看 姐姐就真的是 不了不了 之後第四隻看的雷雷 也是由V型推出的 就是這個李可麗斯錦木千速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價要36,30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2,020元 公仔這裡就寫錯了 官網這個是1比4比例 不是1比1比例 因為全高只有460mm 不可能是1比1比例 在25年 即是下年3月 就會推出 這套作品也算是一套比較新的動漫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自己也是不斷的 V型就不介紹 講習慣講熟 大家都知道他有什麼事了 這隻雷雷又是很標準的 兔女郎打扮 這次又是回到1比4的比例 這隻雷雷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單腳企 他還加多了一個問題 就是單腳企 所有人都知道 我一向對於單腳企 都比較敏感 很怕他腳斷 再加上又是這些很標準的 兔女郎打扮 整隻雷雷的造型賣相 還有外觀上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都是那句 沒有亮點 V型經常把這套女郎都揭露了 看得很厭 所以 這些套女郎 你不是對角色本身特別有愛的話 建議你也是通通的 再加上這隻公仔還有1比4比例 價錢已經達到2000元 所以真的是靠愛發電 沒有愛就真的不建議想 推薦星數都是放在0.5星上 看你自己對這套作品有多少的愛 如果不是的話 也不太建議去買 始終我造工的方面不是特別好 而且價錢貴 又難收藏1比4比例 所以 不太建議 有愛就另計 第五隻看的雷雷 雷雷亦都是由3型推出的 利可麗絲 井之上龍內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解 都是要36,30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成港幣 亦是2,020港幣 公仔1比4比例 全高460mm 就在下年25年2月推出 跟剛才那隻雷雷一樣 都是登場於利可麗絲這套動漫作品 今次這隻雷雷也是很標準的 套女郎裝束打扮 只不過這次顏色上不是紅色 就變成深藍色 這隻雷雷的樣子是不錯的 只是身材沒有太多看頭 主要是買平胸 看你自己對她的身材喜不喜歡 另外要再說的是 她的頭髮實在太長了 變了連她的背肌紋利也遮蓋 你也沒有太多背部 讓你看到 這一點也相當可惜 又是1比4 又是兔女郎裝束打扮 價錢又要2000多元 推薦升數真的不高 暫時跟剛才那隻 錦木千束一樣 都是比0.5升 真的是靠外發電 這些類類 老實說 除非你很搭水 很有錢 如果不是你2000多元 買一隻兔女郎 沒有東西給你玩 只要罰企的話 你說值不值呢 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不需要我多說 正常人都不會走去買 都是那句 你特別有愛就另計 對這套作品有愛就另計 因為3型出產的那套女郎 真是考驗你對這個角色有多少的餓 如果你愛不夠 我真的建議你不要碰 不然你買回來實後悔 之後我們第六隻看的雷雷PVC 就是由Good Smile推出的 碧南航線美章 官方定價要2400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1331元 公仔1比7比例 全高265mm 在下年25年7月 就會推出 碧南航線這麽大的IP 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不浪費時間講這個IP Good Smile這間廠商 之前我亦有開箱過它的雷雷 給我的感覺 它的造工亦是不錯的 至少我覺得是有二線以上的水準 所以它推出的雷雷我都算是頗留意的 雖然未達到一線廠的水準 但我覺得 都是合格有餘的 今次推出這隻碧南航線的尾章 留意這隻尾章是有兩個版本的 一個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正常版 另外還有一個是輕裝版 輕裝版就會失去後面穿的外袍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記得要看清楚自己買的是輕裝版 還是普通版 先說回這隻雷雷 這隻尾章除了普通版 有劍袍給你之外 它亦會有多一個替換表情給你 一個就是擦大口的表情 還有一個就是微笑的表情給你 也算是有少許的外觀變化 讓你可以換一下表情 說回這隻雷雷的造型 這隻雷雷的造型相當煞食 你會看到他穿著一條 小背心 你會看到他整條事業線 是相當之長和深 還是很厲害的水滴營尼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胸是極度之大 裡面也穿著短裙 絲襪 這些這麼性感的 衣著打扮 亦會雜合於一身 可以說是相當煞食的造型 除了一件外袍之後 雷雷的皮膚比較有少少的黑肉 但又不是太黑 也是我可以接受的地步 再加上這隻雷雷雷雷雙腳企 我都算是比較放心的 所以對於這隻雷雷雷我個人都覺得 蠻好追一下 蠻漂亮的 背肌紋理這些位置也有做到出來 表情也算不錯 最重要是他的衣著打扮是夠性感 這一點就真的無得輸 因為我們買了雷雷通常追求是有外觀變化 或者外形是做得好 我指外形不是單純只有外形 外形也要做得好 這個衣著打扮 無可否認是相當吸引和性感 所以對於這隻雷雷雷我推薦星數 都有四顆星 雖然不能說露點 十八那些 但是盛在它的造型是真的做得不錯 價錢方面一千三百多元 我又不覺得是特別貴 以雷雷PVC來說 都算是一個正常的價位 大家都知道現在買了雷雷 坦坦地平均都要一千八千九元 這個一千三百多元的價錢 我覺得仍是可以接受的地步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美章 喜歡碧南航線的IP 就要留意一下 這款美章我也有少少想入手 因為它的造型賣相真的太棒了 這麼大對波 穿著小背心、短裙、絲襪 樣子正正常常 皮膚黑了一點 但我剛才也說了 是可以接受的地步 所以這款都看上去挺好的 所以這款我也有興趣想買 不知道那麼多師兄如何看這款雷雷? 有沒有興趣想買呢? 留言說一下你的看法 之後我們下一個和大家看的雷雷 就是由Wonderful World推出的 少女前線DP-12光之餘畫版本 官方定價要28,38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1,574港幣 一比七比例全高250mm 在下年10月就會推出 少女前線這麼熱門的IP 亦都不需要多介紹 大家就算沒有玩過 經常看雷雷PVC 應該都見到她經常推出這些雷雷PVC的產品 這間Wonderful World 這間廠商我早在之前亦有跟大家開箱過 由這間廠商推出的 ZB-26 不要記錯的話 給我的感覺亦都算是OK的 不過是頭髮這些細節位就差一點 這次不得了推出這個DP-12 這隻雷雷造型真是殺死 主打一個泳裝的打扮 你會看到她的胸 相當之大 極度大波 只不過面型方面 我個人覺得就好像做得有點肥 下巴沒有那麼尖 有少少Baby Fat 不過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重點就是她的胸真的做得相當之大 再加上一身泳衣的打扮絕對是無得輸 可以說是 另外她下身的薄衣也可以脫掉 直接可以看到露出裡面的肌膚 同樣是腹肌、紋理線條、泳褲 泳褲也有做出來的 相當之正 頂帽也是一樣 不帶的話除了她也沒有問題 只不過頭髮的髮色給我的感覺 始終都是做得有少少塑膠的上色 做得不是太過有層次感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都放回是那個雷雷的身材 身材真是極度之殺食 這個可以說是最大的賣點 另外手袖拿著一雙東西 這雙東西就是她的那把槍的那雙東西 不過這不是重點 剛才也說了她的薄衣可以脫掉 外形上起碼也算是有些外觀變化 整體上來說也是一隻造型相當出色的雷雷 首先頂帽和薄衣可以讓你選擇 戴還是不戴 外觀上已經有些選擇 造型方面一個泳裝打扮加薄衣 就真的沒得輸 如果買粗口 整個雷雷的造型 極度吸引 所以對於這隻雷雷推薦星數 我也是比四顆星 雖然之前廠商我覺得 就未去到做得很完美 細節位都是差一點 但是基於這隻的DP12個賣相 真的實在太吸引了 而且她也有提供一些外觀變化給你去玩 所以這一方面 我個人覺得 都挺推薦大家入手的 看對的話 對於我來說 我基本上就可以說買硬的 真的太大波了 這個身材真的太大吸引力了 所以我就買硬了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的推薦星數剛才也說了 都有四顆星的 如果跟我一樣是喜歡這些比較身材好 大波妹、泳裝又有得隨的畫 師兄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雷雷 等到下年 下年10月的時候再跟大家開箱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在這隻DP12 有沒有師兄又想著會訂的呢 歡迎你講下你的看法 接下來我們下一隻看的雷雷 就是由DMM Factory推出的年長女友 官方定價就要36,300元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即是2012元元 公仔1比6比例 全高200mm 在下年25年6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DMM Factory這間廠商也算是一間幾新的廠商 到目前為止 由於它的成品也未推出 所以對這間廠商也未有任何評價 今次推出的年長女友 造型方面 這方面又是一個比較穎裝的打扮的造型 戴著眼鏡 看上去那個雷雷的造型 賣相都可以吸引一下 只不過他實在做得太多的 點綴東西 這件衣服 製作得太過花巧 基本上你都不是怎樣看到這隻雷雷 前面這裏你會看到 不知道是裙子還是什麼 裙子還是什麼 製作得太多這些東西 所以整隻雷雷的身材和露出度 其實都頗受阻擋 最多只可以正面看到它的空後 就是看到少許東西看 但除此之外 基本上其他部分 就是下半身這些位置 你最多都是可以這樣打側看 大腿仔 這些範圍 所以對於整隻公仔的觀感 就真的比較差 沒有什麼 不是說太多東西看 直接一點 沒有什麼亮點 再加上有一間新廠推出 而且價錢也不便宜 也要2000多元 剛才的DP-12都是1600元 1400、1500、1600元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這隻直接就要上到2000元 還沒有任何東西給你玩 沒有任何的外觀變化 一比較之下 老實說 正常的 有些老的都知道 一定是買剛才那隻 DP-12比較花酸 所以這隻就真是 很靠你自己本身 看不看得對口味 但我個人覺得 它的性價比 真的不太高 主要是定價實在太貴 2000多元 但就沒有任何的配件 給你玩 公仔的露出度 也不是特別足夠 所以推薦星數 暫時都是給一顆星 不太建議大家買 除非你真的特別看得對 看得對口味 如果不是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看看這間 廠商還未有成品推出 等它推出成品後 再看這間廠商評價是怎樣 才再購買 亦未遲 或者你直接等現貨買 就會比較好 第九隻看的雷雷 由SSR FIGURE推出的 二人館 紐七 官方定價 要22,500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226元港幣 公仔1比7比例全高230mm 就會在下年25年1月推出 大家買的時候 記得留意 有特典色紙 到時大家入手時 一定要留意 有沒有這張色紙 SSR FIGURE早在之前 已經推出過很多 以二人館為主題的雷雷PVC 之前推出的二人館主題 大多數都是以一個坐在沙發的系列為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過 或者有留意這個系列 我自己其實都有一些心慾想買這個系列 但基於出過太多的雷雷 我沒記錯有六隻或七隻 每一隻都要差不多700元以上起跳 變成我到現在為止仍在考慮 不知道有沒有買過的師兄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說回這次的紐七 老實說我個人覺得 它的造型 就太過幼齒向 我面上表情都頗凶狠 你會看到它的牙 有做到很尖的牙 這次的最大特色是它身上會纏著一條白蛇 不過這條白蛇我個人覺得好像有點膠膠地 公仔就是穿著類似旗袍的裝束打扮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肚瓷孔的位置 亦有做到出來 轉到它背面的屁股和摺痕亦有表達出來 整條蛇一直纏著它 看起來都有點像大蛇丸的感覺 整隻公仔比較偏幼齒 所以身材方面亦沒有特別的看頭 另外大家留意這隻公仔是單腳企 這一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整隻公仔也是剛才所說的比較偏一個幼齒向的打扮 我自己對幼齒向的女女真的不是太過有興趣 所以這隻女女我自己就屬於看看算 再加上亦沒有其他配件給你玩 而且還要單腳企 不過價錢方面 1200多元也算是中規中矩的價錢 看你自己本身喜不喜歡幼齒向 或者喜不喜歡有條蛇的雷女PVC 推薦星數暫時給兩顆星 如果有愛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 不是太過喜歡這些幼齒向的雷女 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第10隻看的雷女 就是由Mass Factory 推出的 沙花叉黑羅野 官方定價就要32000日元年稅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1740港幣 這隻公仔就1比6比例 全高200mm 就會在下年25年9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Mass Factory 這間廠 都是一間很有歷史的PVC品牌廠商 有玩開雷女的師兄應該都聽過這間廠商的名字 跟大A一樣 都是被譽為一線廠 可想而知是一間頗有口碑的PVC品牌廠商 今次推出的沙花叉雷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上網查過才知道 原來是一個日本虛擬的VTuber 今次推出雷女PVC的公仔雕像 這個公仔的造型亦挺煞食的 首先穿著吊帶背心 露出了整個北半球 公仔戴著的帽子亦可以隨意去除 你喜歡想大又行 不大亦可以 另外後面套著的外套 一樣可以做到除了它的效果 外觀變化亦有幾種給你選擇 至少可以選擇大帽不戴帽 穿外套和不穿外套 雷女的造型方面亦相當正 剛才也說了穿著吊帶背心 露出了整個北半球 下身穿著吊帶絲襪 還有穿著短裙 坐在這裡 整體看上去都是一個頗正 頗好追的雷女 不過價錢方面 1700多元 只可以說是雷女PVC的中位 你說是否特別便宜 又未至於 但是是否很貴 又未算 所以就看你自己對這個沙花叉 有多少的愛 如果你有追開這個VTuber 即是有追開這個VTuber 你可以想一想 但如果你是沒有追開過的 不是說太吸引到你的話 就可以了 這隻雷女的造型賣相不錯 而且還是由一線廠去做 所以我個人推薦星數 都有3.5星 如果是有看過這個VTuber 有愛的話 絕對可以想一想 我可以買一隻回來 可能收藏一下 追一下 都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看的雷女 是由國村推出的 Overload 露普斯雷琦 貝塔 十周年紀念版 連背景 官方定價 要26,950元年稅 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465元 這隻公仔 1比8比例 全高220mm 在下年 25年3月 就會推出 國村這間廠商之前也推出過很多雷女PVC 不需要我多介紹 這次直接說這隻雷女 這隻雷女是出自Overload這套作品裏 不是我們熟悉的 雅兒貝德 就是其他角色 老實說這隻雷女 穿得太過密實 基本上 沒有太大特別的看頭 空是有的 也算是挺大的 但可惜沒有足夠的露出 整體上來說 望廠商的造工 都是一般般 基本文理這些圖裝是有的 但不算太精細 面上亦是比較普普通通 沒有太大特別 整隻雷雷可以說 留意一下 剛才也說了 這隻雷女是連背景 所以在台座上 你會看到 後面會有隻狼 站在懸崖邊邊 背景也有做到一些 火焰和樹的特效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便宜的版本 就是沒有背景的版本 沒有背景的版本 只有一隻公仔站在後面 什麼都沒有 其實價錢相差得很少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建議買背景版本 會比較好 不過基於這隻雷女 真的沒有太大特別的看頭 亦都沒有任何配件 給你玩 價錢方面 1400多元 我覺得也有少少貴 雖然 以雷女PVC來說 她也不算是最貴的 但是CP值真的 低了一點 所以對於她的推薦星數 我真的比0.5星 不太多推薦入手 主要是沒什麼看頭 亦都沒有東西玩 無謂浪費這些錢 就算真的有興趣想入手的話 建議可能等現貨就會好一點 之後我們下一隻看的雷雷 就是由蘇立榮推出的 壁南韓線 貝奇 週年紀念策畫版本 公仔套裝 官方定解 現在要25,08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364港幣 這隻公仔一比七比例 全高270mm 在下年25年7月 就會推出 這隻公仔有兩個版本 大家要留意 一個是現在和大家看的公仔套裝版本 會再送多個公仔 還有一個是普通版本 大家訂的時候 記得要留意自己訂的 訂了哪一個版本 蘇立榮這間廠商是一間內地的品牌廠商 之前曾經推出過一隻叫Blue的雷雷PVC 我亦有買過回來 不過還未開箱 坦沒機會和大家開箱 看看網上師兄對這間廠商的評價 亦不是特別好 很多都評價 他的造工不太好 所以都是負面居多 說回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是一個在煮食攀飲感的打扮 你會看到他穿了一件圍譜 手上亦都拿了一些攀飲器材 圍裙和攀飲器材的手翼亦都可以替換 公仔可以換成一個 穿著一個比堅尼 和一條熱褲 一條短褲的裝束打扮 看上去的露出度可以說是相當之高 可惜的是整隻雷雷是比較右此向的打扮 因為算是一個 有一個妹妹的感覺 所以我對於這些比較有此向的雷雷PVC 整體感覺 不是特別好這一味 我自己也 而且又是這些單腳企 很容易炒車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留意這些地方 看上去頭髮造工好像也不錯 紋理也挺漂亮 不過網上太多師兄對這間廠商的評價 都不是太好 所以就有些保留 暫時推薦星數放著兩顆星 看看有沒有師兄有興趣 可能想著會上 價錢方面 一千三百多元 也算是中規中矩 不算是很貴 也不算是很便宜 不過至少他也算是有些外觀變化給你 可以選擇除維菌還是不除維菌 手型也有得給你替換 也是一個 多元的玩法 只可以這麼說 看看你自己對這隻雷雷有沒有愛 第十三隻看的雷雷 就是由Hobby Sakura推出的 勝利女神尼姬 櫻花黑夜密行 官方定解 就要799元人仔 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878元港幣 這隻玩偶就一比七比例 全高250mm 就會在下年 25年1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大家留意 他還有一個貴少少的豪華版 豪華版 只是單純多一個掛畫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需要 勝利女神尼姬大家有看我的頻道都知道我一直有玩這款遊戲 也是這款遊戲的粉絲 所以對這款櫻花我算是不陌生 也算是熟悉的 今次推出這款櫻花的其中一個Skin 這個Skin 說不得了 主打女人者的裝束 你會看到他整身的打扮是相當緊身 中間的土瓷位也有做到出來 他有做到一些透視的效果 所以看上去也是一個頗性感的打扮 頭髮紋理這些位置也做得很精細 即是那些細節的 紋理也是有做足的 不過有一點我就忍不住想說一說 就是他的頸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個人覺得好像做得有點太長的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呢 還是我自己的錯覺 Hobby Sakura這間廠商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也有跟大家開箱過這間廠商的雷雷PVC 整體上來說給我一種感覺是挺不錯的 對於我自己個人來說有準一線廠的實力 所以我自己也挺期待這間廠商的作品 網上看回師兄對於這間廠商的評價 也是正面居多 所以大家對這間廠商如果有看對的雷雷 亦可以放心地入手 這次的櫻花你會看到它的造型上 手上有拿著一件外套 這件外套也是可以脫掉的 即是不拿著也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做到的 整體上來說也算是一個挺還原的雷雷PVC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價格不貴 轉回港幣也只需要870多元 其實連1000元也不用 以現在的雷雷PVC來說 你找一隻不用1000元的價錢 就真的有點難度 不是說沒有的 也有很多的 但就真的普遍來說 無論如何都要1000元以上 所以以它的定價來說 我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再加上還有離機 廠商我自己也開過商 也是覺得不錯的 所以這隻東西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好挑剔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可以再給多些配件 或者給個替換面上 但是它就沒有其他的配件 或者替換件給你玩 這一點就有少少可惜了 不過整體上來說 也是一個挺不錯的作品 我個人都私心幾推薦大家可以 入手一隻回來玩玩的 我推薦星數都去到四顆星了 大家如果有愛 或者同一樣都有玩離機的話 喜歡這隻櫻花的 都可以想一想買一隻回來追一下也不錯的 接著我們下一個看的 也是由Hobby Sakura推出的 兔子警官 官方定價就要9999元人仔 金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099元港幣 這隻公仔就1比7比例 全高280mm 在下年25年4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Hobby Sakura這間廠商剛才說了 不浪費時間再說了 這個兔子警官你聽過名字 大概猜到是什麼 就是兔女郎再加上警察的元素 進去裏面 所以你會看到他身上穿的就是兔女郎的裝束打扮 但手上會加上一把手槍和手扣的警察元素 進去裏面 這隻雷雷露出度相當之大 又是兔女郎的裝束打扮 所以他那個北半球、背肌紋利和屁股 亦都很完整地露出來 身上穿的一件兔女郎衣 亦都做到一些反光的效果 所以妄想他的光澤效果相當之好 看起來就更加有層次 肌肉這些摺痕亦都做到出來 最重要的是這隻雷雷相當之大波 波大到跌出來 極度吸引 只不過他的眼神是一個質視斜視的眼神 以及戴著眼罩 這一點我個人就不是太喜歡 如果不是質視的眼神做得微微一點 就會好一點 不過整體上來說 都是一個露出度 蠻性感、蠻好追的一隻雷雷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雷雷 他亦都很貼身 有做了一張椅子讓他踩住 這不是單腳棋 如果長期放的話 方便很多 不用擔心會斷腿的情況 整體上來說 我個人都覺得蠻好追的 這隻雷雷都蠻不錯的 不過唯一要說的地方就是 都是那句 沒有任何的配件 或者替換件給你玩 這一點就有點可惜了 所以推薦星數 這隻雷雷是3.5升 最主要的就是 價格比剛才那隻 鷹花貴了一點 要1099元 再加上沒有其他配件 不過這隻雷雷的露出度 和性感度 都真是頗高的 如果是喜歡套鋁郎 或者喜歡這些 混合在一起的元素 師兄的話 可以想一想 這隻兔子 整體上來說 我都覺得挺不錯 又不入手 我自己都還在想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看 就是這隻雷雷 第十五隻看的雷雷 就是由阿瑪庫尼推出的 Overload 拿貝拉爾 加碼 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28,60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1557港幣 公仔1比7比例 全高320mm 在下年25年8月 就會推出 阿瑪庫尼這間廠商 之前亦曾經推出過一隻 冥濤武裝 我亦有跟大家開箱過 大家可以在我的頻道尋找我的影片來看 整體上來說 給我的感覺是挺不錯的 印象是挺好的 至少有二線頭以上的水準 雖然有些地方仍然有點瑕疵 但整體上來說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水準 這次推出了Overload 拿貝拉爾 不是我們熟悉的阿瑪貝德 是另一個角色 不過可惜的是這隻拿貝拉爾 以兔女郎的裝束打扮 兔女郎基本上大家都看到有一點炎炎的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看頭 他的公仔的身材又不是那些超大波 很性感的一些身材 就這樣普普通通的正常身形 裝束打扮也是最基本的兔女郎的裝束 所以整隻公仔看起來 就真的沒有什麼亮點 唯一一個比較特色的就是 可能後面就左手拿著一把長槍 但是整體上來說就真的比較偏 悶 沒有什麼看頭 你找不到有什麼重點 就是說 要配件的是不是有很多東西玩的 他又沒有配件給你玩 也沒有任何東西給你看 那麼公仔的造型也不是什麼很性感 很有看頭的一些類型 所以這一隻就真的很靠愛發電 看你自己本身對Overload這套作品 或者對這一個角色 有多少的愛 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別有愛的話 我也是建議你不要碰他 基於以上這種種原因 所以我對他的推薦星數 真的可能只有1.5升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造型也不是很吸引 價錢方面還要1,500多元 也挺有趣的 所以就真的 你沒有愛的就真的不要碰 所以推薦星數真的不高 暫時給他1.5升 接著我們下一個看的女女 也是由Amakuni推出的 Overload 拿貝拉爾加碼 10亞米 套女郎版本 官方定解就要6600日元 跟回率轉為359元 他就沒有寫比例 高度是160mm 就會在下年25年6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跟剛才那個 大隻的版本一樣 這次推出一個比較Q版的 公仔 整體上的造型 都是一樣 兔女郎的裝束打扮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特色 可以說是 你說性感的又不是 你說很可愛 我又覺得 未至於很Q的地步 而且還有單腳站 這次是最怕的 一隻比較Q版的公仔 只不過是單純拿來跟剛才那隻 大隻的兔女郎 做一個 聯動 一個組合 如果你本身不會買大那隻 這隻小的那隻 也不需要特別去買 除非你真的很有愛 但如果你很有愛的話 相信大那隻你也應該會買 所以這一隻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推薦星數 真的很難推薦 這個Q版的公仔 沒有什麼太特別 即是給一顆星 唯一贏的地方 就是價錢便宜 三百多元 但是 你不用有什麼看頭的 這個Q版公仔 真的可以看一看 接著第17隻看的女女 就是由噴推出的 害羞的女朋友 天粒序 聖誕套女郎配飾版本 官方定價 就要27500日元 金番匯率轉成港幣 即是1497元 公仔就1比7比例 全高180mm 在今年的11月 就會推出 還有過多兩個月 留意有兩個版本 一個普通版 一個限定版 價錢就一樣 限定版就會多一個替換面 大家訂購的時候 或者買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這個限定面 其實這隻雷雷早在今年3月 就已經推出了 那時候是一個原色版 我們這次來介紹的 就是聖誕配飾版 不知道是不是11月出貨商 港得切今年的聖誕節 這隻雷雷的造型 蠻吸引的 一個托頭坐著的 衣著打扮 最大的賣點 就是他的北半球 又是很大波的 一個人切 不過 除此之外 好像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特別 而且 Pum這間廠商 網上的評價 也不太好 很多人都吵架 都說他這間廠商 做那些女兒PVC很垃圾 所以對於這間廠商 其實也挺危險的 而且他這個笑臉 那麼尷尬的樣子 不太好 面上也不是特別好 他的眼睛的效果 眼睛下面的位置 眼睛下面 是不是叫眼塞呢 這個位置 他弄得太過紅 紅得好像被人打完 這個效果 我個人覺得 弄得好像有點過了火 可以淡一點 或者弄低一點的位置 就會比較好 整體裝束打扮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不過繞著腿 看不到下身 有點可惜 而且也是那句 沒有任何的替換件 和配件 給你玩 看上去 我個人覺得 頭髮的動感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就這樣看上去 打側看的話 好像這一邊的頭髮很多 這一邊的頭髮就很少 這樣就變得好像有點怪怪的感覺 整體上來說 就是一隻普普通通的女兒 可以說 不過價錢方面 1400多元 其實也挺有趣的 再加上廠商的評價 不是特別好 所以對於他的推薦星數 都是暫時比1顆星左右 最主要就是廠商評價 不是那麼好 再加上就是沒有任何的配件 給你玩 單純只有限定版 會多一個替換面 給你玩一下 不過他的替換面 也不是說做得很好 所以這一刻就真的扣不少分 也沒有其他東西給你玩 剛才也說了 所以推薦星數暫時給1顆星 建議如果有興趣想入手的話 都可能等驗貨就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下一個看的女兒 就是由Hobby Star推出的 忍者大師 閃亂神樂 單溝 性感護士裝版本 官方定價 就要35200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1916元 公仔1比4比例 全高250mm 在下年 2、5年3月 就會推出 Hobby Star這間廠商 之前也出過相關系列的 雷雷PVC 我自己也有買過這個系列的夜鷹 不過仍未有時間和大家開箱 看看之後沒有機會和大家開箱 這間廠商目前網上看過他的評價不是很多 所以未知是好還是差 我自己也未開箱 所以很難去評價 今次推出這隻斑溝 這隻斑溝相當性感 它是可以換胸部 因為配件已經寫了 它是由這個替換胸部 如果你買一個特點版 它還會有多一個替換表情給你 有一個害羞面給你 看你自己需不需要 這隻雷雷的露出度相當大 雖然說是護士裝 但基本上你會看到 腰、大腿和胸部 可以說是露出來的 雷雷的面上妄想也OK 也算是幾美女下 最重要的地方是有露點 它可以替換件給你露到上身 這一點 都加不少分 不過可惜的地方就是下身無得露 如果下身都可以露出 那就真是完美了 整隻雷雷的造型賣相 都夠性感 替換表情亦都很害羞 正正常常 這隻雷雷也不錯 不過大家留意這隻雷雷的比例是1比4比例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自己夠不夠位置去放 而且它的價錢 由於1比4的比例關係 價錢也挺貴的 要去到1900多元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記得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以及空間問題 不過整體上來說 造型的確是挺吸引的 而且又有得露點 所以暫時對於它的推薦升數 都有3.5升 如果大家有看對的 都可以想一想 但我個人覺得如果可以做路下身 這樣就完美了 反正它路得上身 是不是也不差再露下面 我個人覺得可以做路下身的這一點 可惜它就沒有做到這樣 不知道大家又如何在這隻斑溝呢 都是那句 留言說一下你的看法 第19隻看的雷雷就是由Aligame推出的 壁南韓線聖蝦新渴 今天特別推薦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648元 人民幣 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713元港幣 公仔1比6比例 全高280mm 在下年225年8月 就會推出 Aligame這間廠商 老實說 網上的評價 真的不是太好 很多人都吵這間廠商 說它造工和塗裝都是垃圾 我自己做好像有沒有買過這間廠商 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對於它的整體水準 實力去到哪裏 就真的不太清楚 不過網上師兄這樣說 我照這樣說 這次推出熱滿IP 壁南韓線的女兒 整體的造型 也是兔女郎的裝束打扮 沒有什麼配件 或者是替換件給你玩的 不過又是可以露出了整個的北半球 公仔的造型 亦都挺性感的 靠在欄杆上 所以看到它的屁股 和背肌紋理 亦都有做出來的 表情亦亦是正正常常感的 當然 你說它造工是不是一定會很好呢 我真的很難保證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講講 講講的就是 它的價錢 都算便宜了 老實說 轉回港幣都是710多元 我想你連運費 可能800多元左右 以雷雷PVC來說 它的定價亦算是OK的 算是便宜 公仔亦都是兩隻腳企 而且有整個欄杆給你 所以 企的穩固性亦是比較放心的 對於我個人來說 整體來說 就看你自己是否逼南韓線的粉絲 或者對這個角色有沒有愛 但基於它的價錢算便宜 雖然沒有什麼配件玩 但面上也算是OK的 價錢也算便宜 還有造型方面 雖然也是那些肚女狼裝束打扮 但起碼身材也算是挺好看 也算是有些看頭 有些波納給你看看 所以推薦星數暫時都給它 三顆星先 因為價錢便宜了 就算可能真的糟糕了 也未至於是很肉赤的地步 至少也不用一千元 看你自己對這個 碧南韓線 或者對這個角色有沒有愛 之後我們第20隻看的雷雷 就由Fnex 推出的 碧南韓線 海恩尼希侵王 專屬舞台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27,280日元 今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485港幣 公仔1比7比例 在下年25年7月 就會推出 Fnex 這間廠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買過他的PVC 不過網上有師兄留言分享過 他就覺得 買完回來後 就覺得造工 就真的偏差 實際上是否真的那麼差 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都已經是大半年前的事 不知道這間廠商最後有沒有進步 不過Fnex 之前推出的雷雷PVC 我也有留意到 他們的定價真是偏貴 CP值是很低的 到現在不知道水準有沒有提升 這次先說回這雷雷 碧南韓線這個大IP 大家都知道什麼了 不浪費時間說了 這次推出的海恩尼希侵王 以這個舞台版本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一身打扮 就是穿著禮服的裝束打扮 露出了一條很長的一條 可以說是長腿 雷雷的身材亦都相當豐滿 你會看到他的胸是很圓潤的 整個射業線亦都夠深 夠長 只有半球這些完全露出來 只不過他的面相 我個人覺得就做得好像有少少奸 有少少邪氣 除了面相我覺得有少少怪怪之外 其他地方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身上有一條無神神的披肩 亦都有提供在裏面 甚至乎連那支咪 即是舞台的咪 亦都有提供在裏面 整體上來說 看上去都算是挺美麗的 最重要的就是有長腿和北半球 看上去都算是挺美麗的 最重要的就是 露出度也有 起碼有長腿和北半球 給你看看 我個人覺得面相有點怪怪的 以及留意這隻公仔就沒有其他配件給你玩 不過就有一個小的棋派給你去玩 但在內容上就沒有任何配件或者替換件給你玩 依回它的價錢1400多元 都算是正常 只可以說是 你說很划算又未至於 但是貴又不算特別貴 所以就真是看你自己對這個海恩尼希侵王有多少的愛 我自己對於它的推薦星數暫時就放在中間 2.5星 因為基於它的廠商之前的評價真的不是特別好 所以就真是再看定些才會好一點 如果你本身對這隻女兒有餓的話 亦都可以先訂了 亦都沒有問題 但我個人都是建議等現貨 或者會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看的 亦都是由Fnext 推出的尼爾自動人形 EB 記憶二號B型 官方定解是要6820日元 更回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371元 玩偶沒有射比例 但高度是220mm高 在下年25年4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這個其實是比較偏向景品的玩偶 不是雷雷PVC EB 即是尼爾自動人形 大家都屬於這個IP 我都不浪費時間特別說 特別拿出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景品的玩偶 這個景品的玩偶看上去都挺不錯的 因為它的還原度我個人覺得都算是做得不錯 而且它的衣服的質感有少許反光的效果 所以看上去它的質感和層次感是做得不錯的 而且順便提及這隻玩偶有替換面相給你 所以你想戴眼罩又可以 不戴眼罩亦都沒問題 這把劍亦都插在這裏 給人一種感覺 其實都頗正 好像有些威風的感覺 這隻雷雷最重要的是價錢便宜 三百多元就有交易 長腿也有 2B也相信有很多師兄都玩過這個尼伊自動人形 有不少師兄這個2B也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三百多元買一個景品回來的展示 其實都很不錯的 就這樣看上去都算是正正常常 應該有的文理 摺痕都算有做到足 還有一個男生的 我不是很記得這個叫甚麼名字 看你自己要不要買 不過我們今次是說女的 就不特別說這條仔 由於價錢便宜的原因 再加上有替換面相 所以其實這隻的CP值都頗高 暫時推薦星數比起3.5星 如果大家有愛的話 絕對可以買一隻回來玩一下 不過始終Flex推出的景品 我自己就沒買過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景品實力是去到哪 大家如果真的有愛的話 可以想一想買一隻回來玩一下 其實300多元就算便宜了 買回來操玩 可能做個擺設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著我們下一個看的女女 亦都是由Flex推出的東方Project 古名地角和古名地暖Z特製背景版本 都一樣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就要17,60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958元 在下年25年3月的時候便會推出 這個價錢相信應該都是景品的質素 東方Project也是一個大IP 不需要特別再說 這次一下子推出這兩個雷雷 一個Z套裝 連合一個特製的背景 這兩隻雷雷都穿得很密實 如果你不是玩過東方Project的話 這兩隻雷雷看完都不會有任何心動的感覺 所以這兩隻雷雷真的太過粉絲向了 看你自己有沒有玩過或接觸過東方Project這套作品 剛才也說了它甚至還會有一個特製台座給你 就是在後面那裡有一塊牌給你 就是這一塊 看你自己要不要 如果不要的話 單純兩隻公仔就會便宜一點 整體兩隻公仔看上去都算正常 另外綠色這隻頭髮這隻雷雷 你會看到它會組成一個心靈 其實挺有趣的 不過我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賣點 很考驗你自己對東方Project的外價不夠 我自己沒有玩過也沒有接觸過東方Project 所以真的不是特別喜歡 而且兩隻雷雷也包得太過密實 不過唯一贏的地方就是它景品的價錢 9000多元有兩隻雷雷公仔 有點不一樣的 景品公仔 有景品的背景給你 看上來的內容 即CP值 好像也算不錯 但是如果算算是 200到300多元一隻 其實好像收貴了 所以這個有點靠外發電 如果你本身沒有接觸過東方Project的話 就真的可以通過 推薦星數暫時給它1.5升 主要是造型不太華 如果以景品的價錢去計算的話 也算是有點偏貴 所以這個就真的靠外發電 看你自己是否是東方Project的粉絲 今次這個9月到9月中的雷雷PVC玩具情報 第一集就大致上來到這裡 大家看了這麼多隻雷雷 不知道有興趣訂哪一隻? 對於我來說 Wonderful Work的少女前線 可以說是必訂 另外Hobby Sakura的櫻花 對於我來說也是要訂 所以今期要買的雷雷也有很多 碧南航線的尾章 我到現在還在考慮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或者有興趣想訂哪一隻? 今次的影片大致上來到這裡 最後也特別多謝大力支持我的頻道會員 喜歡這條影片的 也不妨訂閱、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